嗨 大家又回到了久違的Vlog系列啦 今天的午餐是吃巨無霸大蛋糖 看 跟一顆拳頭一樣的大小 超讚 另外也是一個超大份量的麵包 它裡面有滿滿的起司塊 超滿足 飲料是自製的鮮奶茶 這一排的紅茶喝起來不會這麼的甜 大概是微糖的甜度 也出風啦 再來大挖一口 吃下去滿滿的幸福感 它是屬於那種淡淡的奶香味 反而不是濃郁型的 是這樣依照它的份量才不會吃起來這麼的膩 講到蛋糖 我還是超喜歡那種肯德基的小蛋糖 給大家看一下大蛋糖的特寫 然後這種糖皮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肯德基的那種酥脂 又到了我們老地方全聯 今天打算买豆腐味噌汤的食材 你看起来分量最多决定是你啦 回家路上点了一杯又香觉醒 如他名之所言真的会在你的嘴巴觉醒起来 满满的柚子香气 这是他们家必点的招牌 今天的晚餐是Seven的熏肠红酱意大利面 这是我最喜欢他们家的意大利面口味 它的起司跟红酱超香超浓郁 重点是他们的香肠啦 吃起来真的是超级无敌脆 而且很有肉香味 再写多译阅读练习题 后期剪辑的我观察到了几点 第一点我对于单字的熟悉度不够 无法连接到整个句子 甚至到文章 那有些文艺看不懂 就会停顿很久 导致我整个做题速度很慢 第二个是我进不下心去写题目 光是阅读真正的一百道题 那加上零零种种的那种文字叙述什么的 我心情就会变得很浮躁 从我的动作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会一直一直不断的在转笔 内心在想说 到底结束了没有这些题目 到底还要有多少题 这里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 那我现在是不急着去做这些模拟考的测验 现在是重点 把五千字的那个单字本再跑第二次 还有是我也下单了一本一千题的文法题 那我这是正在努力的评完那一本文法题 我最近的感悟是想要把时间精力放在英文阅读 我最近想要尝试自学美甲 我真的觉得超酷的 其实人真的有超级努力多的事情要做 可以做你懂吗 就是像阅读啊 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些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会把你整个人都塞满满的 因为你真的如果认真要做的话 一件事情就可以填满你整个礼拜了 我想要把事情的底标70分上升到至少85分 最近有在用平板去做日常的生活记录 算是一个蛮繁杂的事情 但是记录跟分析真的很重要 明明是把蛋炒香要变成那种自律节目一样 我真的没有在用平板上 说明是主持人 같아요 那我真的在用平板上 就是这个稻多的音乐 我都移住一点 我想这些东西 我都是希望给大家做 又会有得到 因爹 也有得 因为我保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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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会这么的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可是这一间的糖度大概在微糖 我是微糖派的爱好者 那喝起来就不会这么的有负担 而且它的茶香味非常重 很香 出门路上遇到超可爱的猫咪 它真的是超亲近人的 造译中啦 现在在前晚餐厅的路上 我们今天要吃的餐厅是烧肉smile 这家的价位从便宜的一餐一百二十到贵的一两千块都有 就是看你们怎么去做选择啦 那这就是我点的七百块套餐 真的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就是看你们这么多天啊 就是看你们这么多天啊 是看你们这么多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